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大家有聽過大麥克指數嗎 就是麥當勞的大麥克 那個在各個國家賣多少錢 藉此衡量他們的物價指數啦 那我就在想 麥塊應該要有一個麥塊指數吧 表示如果麥塊在那個國家賣得越貴 表示那個國家越... 越有錢嗎 越...越...越沒有人玩遊戲 家長越不給他玩遊戲 這是我隨便亂講的 我只是好奇 麥塊在各個國家 到底都賣多少錢 今天我就拿麥塊Java版 在各國的價格公布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在台灣買麥塊 要800元嘛大家應該知道 講一下我們周邊地區的好了 港幣210元 大概是757塊台幣 唉唷賣得比台灣便宜喔 接下來是日圓3000元日圓 然後賣大概相當於台幣764元 也比台灣便宜耶 韓元3萬 換算台幣731元 這是亞洲地區 算是最便宜的一個地方啊 那美金要多少錢 美金是26.95 換算台幣是755元 哇喔 美金 美國也賣得比台灣便宜耶 為什麼台灣這麼貴 在加拿大賣35塊 換算台幣782元 唉 台灣還是比較貴耶 台灣賣800塊 是不是真的太貴了 雖然沒差幾毛錢 可是 就是不太爽了 紐西蘭幣 賣40元 相當於台幣777元 歐元 賣23.95元 相當於台幣794元 沒有一個到800塊的耶 唉 台幣是不是真的賣太貴了 唉 當台灣人都很有錢喔 講一下 前五個 最便宜的國家好了 分別是挪威幣 229元 換算台幣729元 其實 它跟波蘭幣差不多啦 波蘭幣賣100塊 那相當於台幣730元 第四名是澳幣 35塊 相當於台幣728元 接下來是俄羅斯盧比 1900塊 相當於台幣711元 直接來到前兩名囉 瑞士法郎 賣23塊 相當於台幣703元 已經便宜100塊了各位 最便宜的 居然是英鎊 賣17.95 相當於台幣692元 哇 哇 便宜 台灣 100塊欸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人 可能是 是不是真的因為 台灣 太少買遊戲 那個 不划算 所以賣的 量少 所以價就要高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我們再講 那個 在 Switch上面 賣塊好了 最便宜的是南非地區 換算台幣 只要485塊 第二便宜的是墨西哥地區 換算台幣 只要694塊 接下來是加拿大 換算台幣706塊 那個 後面的就 不念了啦 這邊你會問我 那台灣 Switch賣多少錢 呃 台灣的Switch 因為 沒有官方商店 就是 我這邊講的都數位版 對不起 沒有官方商店 你只能用 呃 港幣 或是日幣去買 港幣的話是 842元 台幣 對 換算下來 日幣 就更貴了 日幣換算下來是 103塊 台幣 所以 呃 買Java版 好像 好像也不錯 便宜到 沒我們的份啦 各位 以上 就是我們今天的 麥塊Java版指數 你買的麥塊 有沒有 多過800塊呢 我相信很多人 有超過齁 如果大家嫌 麥塊很貴的話 可以買 Enjoy版本 或是 iOS版本 只要200多塊台幣而已啦 便宜很多啊 或是玩 中國版 不用錢 超爽的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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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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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